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个是身兼民进党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 日前已经下了军令 因为他要求党级立委会议要全勤 不过呢 很快的经济部长郭智辉就被发现说 大院院会他请假一周 因此外界只有执疑 他根本就是打脸赖清德的军令撞马 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缓甲表示说 郭智辉有跟他讨论过 也是他准许郭智辉去日本出访的 好 另外呢 卓荣泰在26号晚间再度宴请民进党立委 面对现在的总预算案 已经遭到在野党立委退回了 卓荣泰释出了善意 他说将会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会面 而且还称赞韩国瑜是温暖的人 连续两晚 行政院都跟民进党党团的委员 一起讨论事情 当中除了总预算案之外 也谈了很多其他的法案政策 交换很多的意见 我们也非常诚意的 经过正当而且是必要的管道 请韩院长能够拨容 我们商谈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两院互动的关系 那这个时间相当的紧迫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我们会在很快的时间 如果很快的时间就可以跟韩院长来见面 那谈的也不外乎未来的优先法案 以及总预算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韩院长跟我都有一样 能够在提认到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 我们两位都应该挺身而出 经济部长郭志辉一直请假IP 请问院长怎么看 也没有一直啦 郭部长确实是在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吧 确定时间我无法 大概两三个礼拜前 就跟我说过 他在九月底会有一个重要的行程 我跟他讨论过他去的这个行程的内容相关的重要性之后 我是同意他去的 那果不然这两天我们也看到 部长在日本有比较重要的行程拜访 那么我也认为他回来之后 一定会让我了解他整个行程当中 为经济部也好 为行政院为国家 能够带来更多的对日合作关系 以及民间的产业的合作 那我期待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那未来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还是遵照以前的 跟各位部位首长的要求 除非总统召见 或重要的国际会议 或是重要的外国的行程 一律都应该亲自出席 国会的状况了 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遭到退回之后 行政院长卓榮泰在昨天晚间 有宴请民进党立委的时候 有提到他即将要拜会 立法院长韩国瑜 对此国民党立委赖世宝就说 这样很好啊 韩院长搭一个台子 卓院长公开答应划压 只要补上了原民会 卫编族禁法补偿预算 28亿元 那么就通通都解决了 大家做成一个决议 说这个大家有楼梯下 就请韩院长搭一个台子 左院长公开答应 划压或者嘴巴讲 大家录影录影 保证28亿一定变进来 就结束了 通通结束了 所以韩院长 这个现在已经是 现在等于在这个民进党团 已经请就是卓院长 已经请韩院长来协商 我就请韩院长 发挥他的高度 发挥他的智慧 就可以解了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现在各部会有来拜会吗 因为卓院长说要各部会来拜会立委 现在来有游说的吗 现在只有台电他们要追加一千亿 这个各位可能不知道 台电是要两个一千亿 一个是追加 要贴补一千亿 一个是争支一千亿 如果卓院长跟韩院长在协商之后 还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 那这边还会有什么动作 我对韩院长很有信心的 韩院长绝对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那卓院长 这个所有的协商一定公开通明 他只要公开承诺加28亿 就通通解决了 总统赖清德日前有效打立法院的全请令 但是没有想到经济部长郭志辉 竟然是请假一个星期到日本去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直言了 这就显示民进党自己内部都不够团结 同时他也质疑郭志辉 就是想要回避电假问题 所以干脆逃到日本 刚刚赖清德总统跟赖主席 刚刚下达军令状 所以就说在立法院里面 大家都必须要全请 可是没想到他一讲完 立刻就发生 我们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不但请一天假 而且包含今天的星期五的院会 他也照常请假 这样是完全是不甩赖清德吗 你立刻打脸赖清德 根本不甩他的军令状吗 所以这又显示民进党内部真的不够团结 那不过赖清德总统你放心啊 我昨天就说了 我们会来帮你点名 让你去发全请奖 不过郭志辉显然是已经没有办法拿到全请奖了 那你觉得他是要回避这个店家的意志吗 郭志辉听说他是要去雄本参观台积电 那我觉得这个行程可以早一点安排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所以郭志辉某一个程度 他事实上想回避 是不是他不想再帮民进党 跟赖清德的反合神主派继续地来做辩护了 我想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他干脆就逃到日本去了 终于部26号这一天 在阳明山的中山楼举行了113年的师夺奖 总统赖清德是亲自出席颁奖典礼 不过来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一位 是清大教授李敏 他是永和大将 因此这一回 他是穿着乙和养绿的T恤 从赖清德手中接下了师夺奖的讲座 李敏在下台之后表示 他穿着乙和养绿的T恤 其实不是要向总统呛瞎 而是希望他能够做该做的事情 李敏表示 赖总统对于何能的看法 跟大部分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不同 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合 他不是要跟总统呛瞎 而是要支持总统 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看到有民众爆料说 汉翔公司的工程师 竟然是在公开社群上发文 而且出现了多张国基国造机敏的资料 恐怕是有泄密的疑虑 永英高教机是国造的高级教练机 取代空军服役已久的教练机 跟战斗机 其实在民国109年6月10号首飞成功 今年即将要进入所谓的量产高峰期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传出疑似 有工程师外泄 包含了风洞 空气流体资料等等 先进的防卫战机资讯 因此也引发各界的关注 不过对此 汉翔航空工业公司回应 并不是表示抛出照片就有问题 现在整起事件还在厘清当中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illos面前 当转的闲覆 就请你看 你的OK 波嘗 带 听那 电掌